國防部日前是拋出三加一方案 希望大學生在三年內完成大學學業 並且以一年的時間服兵役 為了鼓勵大學提供彈性措施 教育部研擬補助學校 沒有一位專案服役的學生 就補助公立大學 那麼六萬元 私立大學則是每人十二萬元 鳳山陸軍官校十六號舉辦建校九十九週年校慶 國防部長邱國正 親自主持校慶典禮 由於義務役役役 將恢復為一年 國防部日前拋出三加一方案 判在三年內完成大學學業 並以一年時間服兵役 教育部則沿擬提供經費引導大學協助學生 完成役男專案服役 當兵的時間 就是等於說你大學畢業 你還有一個緩衝 你可以自己想想 我是覺得這樣 覺得更複雜 在學的男大生各有看法 但更在意如何把四年學業壓縮到三年時間完成 教育部初步規劃 尊重學生選擇 試用對象以學士班學生為主 首批試用對象為九十四年次以後 避難 放寬每學期最高學分數規定 放寬屬期休課申請條件 放寬跨校選課學分上限 沒有一位專案學生 補助公立大專校院六萬元 私利則為十二萬 專家表示三加一方案 不完全跟兵員缺少有關 但若能讓學生在學期間培育軍事技能 或許未來也能推行到女性學生 增加自我防衛能量 陳柏謙表示 當初大學學業規劃四年有其用意 若真的壓縮時間到寒暑假休課 或是服役 恐怕會影響部分學生 原先規劃 雖然不是強制硬性要求 但還是憂心會造成學生學習上的衝擊 記者 陳顯貫 歐盈隆 蔣榮祥 高雄台北報導